第十六題 甲乙兩個不同溫度的固態金屬 兩物質接觸一段時間後達到熱平衡 在達到熱平衡的過程中 假設甲金屬放出的熱量為H甲 以金屬吸收的量為HE 系統散失的量為H柄 且H甲、HE、H柄都是正直 則下列關係何則正確 我們曉得兩物相接觸 最後必達熱平衡 所謂熱平衡就是因為溫度會相同 而溫度會相同的原因 是因為高溫的會放熱 低溫的會吸熱 而在放熱跟吸熱過程中 能量會保持守恆 就是不會改變 所以我們有關係叫做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那麼這一題呢 我們的放熱是H甲 吸熱是HE 放散熱是H柄 所以我們就知道 甲會等於乙加柄 也就是說 HE加H柄會等於H甲 所以我們第十六題的答案 要選的是豬 H柄加HE等於H甲